丧尸爆发第六十二天 我们的生存盟友突然拿刀向我刺来 强烈的第六感刺激着我的大脑 我立马伸手抵住老黑的手腕 往后一跳 瞬间躲过了致命一击 老黑还想上前刺我 却一下被李哲挡了下来 我惊魂未定 怒目远征地看向老黑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袭击我 我话音刚落 就感觉自己的问题好蠢 这情况分明已经摆明了 我们四人迅速聚龙 被靠背进入防御形态 变歌几人见状 虽然对我刚才躲过刀刺而感到意外 但是却面带微笑 然后看向一旁的龙子 但先生 虽然没偷袭成功 但是他们今天肯定走不出这个地方了 变歌话音落下 蜷缩在龙脚中的绿毛男 突然停止了颤抖 然后缓缓站了起来 带着那猙獰又邪恶的表情 朝着龙门走去 只见他轻轻抬起手 一拳打向龙门 刚至门锁竟直接崩坏 几十斤重的龙门飞速被打飞了出去 带烟雾散去 绿毛男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精神焕发的走了出来 我们精神高度紧张 一时又搞不清楚现在的局面 绿毛男扭头朝着变歌他们走去 他们六个人快速移动 形成包围圈 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 我见识不妙 但又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 我当即决定先想办法拖延时间 变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就算是也得让我们此个明白吧 变歌文言后 扭头看向绿毛男 似乎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我快速地捕捉着现场的信息 绿毛男看向我们 那就让你们知道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吧 或许你们对我还有些用处 就这样 绿毛男开始讲述了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谁能打出这个字 以后抽奖次次中 原来绿毛男名叫张鸟蛋 本是一个社会上的 非主流小混混 靠着偷东西 和收小学生的保护费为生 丧失爆发后 他也躲在家里 因为没钱 他只能靠着家里剩余的 那一点物资狗活 可奈何他做事没有规划 几天便把物资炫完了 鸡肠鹿鹿的他 只能出去找吃的 在寻找路上 他意外碰见一伙 五大三粗的强盗 正在各处搜刮物资 甚至滥杀没有变成丧尸的人类 为了在末世之中生存 张鸟蛋便求爷爷告奶奶的 加入了他们 开始跟着他们胡作非为 就这样 直到他们发现了我们学校